稍微来点水 先给猪蹄洗个热水澡 接下来咱们切点葱姜 捞出一小块 姜给它切成小片 这时候水开了 咱们把这个小猪蹄 捞出 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接下来咱们简单炒个糖色 来一袋小冰糖 这里边来点葱姜 再来一勺豆瓣酱 小生抽 再来点水 把焯好的猪蹄倒到锅中 焯好的糖色 然后八角桂皮香也白纸 操过肉扣 搞里头 来点老抽调一下颜色 锅里边稍微来点水 然后来点小芙芽 蚝油 盐 烧火一个小时 咱们来炖成小颗粒 咱们把豆腐给切成小块 猪蚝炖的炖成小锅 炖成小锅 炖成小锅 油滑一下锅 咱们把肉末下到锅中 然后给里边烧个来点生抽 一小勺花椒面 一小勺大料面 再来点盐 再来点辣椒面 撕一点小蚝油 来点葱姜 然后咱们把蒋干三菜下到锅中 然后来点粉条 咕炖三五分钟以后 咱们把粉条给它和一和 锅里边稍微来点油 咱们把切好的葱姜下到锅中 一小勺皮鲜豆瓣酱 再来上一粘粘辣椒面 来上一点点水 然后咱们把豆腐下到锅中 来小勺花椒面 一小勺大料面 一点点盐 一粘粘搂出 调一下颜色 盖一盖 孤度五分钟 充分入味以后 我们来点水淀粉 上边来点这个小汤汁 哈喽朋友大家好 我这不容易啊 终于搞定了 简简单单 一顿小午餐 咱们整上一个 脱骨小猪蹄 我这个脱骨小猪蹄 脱的还是不够利索 得靠自己手动脱骨 今天咱们全下饭菜 搞一个封面 搞一个封面 这猪蹄 今天居然 咸了 一些锅 我做一个vit 我 Yosh 学习 习惯 画习惯 一个猪条 温宁达到三分饱了 用家常菜的水平来看 今天这个猪条的颜色也还行 说专业掳货20年 但专业掳货20年 这个中间就有一点 这个就会到一起来 这个面温宁达的 椰子 所以这个面温宁达的 嗯 这瓶拉盐餐perfect 再来上一条 哎呀这骨头直接自动脱离 哎呀这脱离还不脱离了 来 骨头好吃是好吃 但是这小骨头真太烦了 哇相当外面 嗯接下来来一个拌饭 这回咱们多来点 今天这酸菜炒的一般 来一个再来一块的酸菜 好好的就这样拌一拌 就问你们这个拌饭看着香不香 这是很酸的 这个小骨头很甜 这个醋是很甜的 这个骨头很甜 太新骨了 好甜 这辣子吃咕嚕 好甜 太酸了 很酷 每個都都吃了 真的 很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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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鬆 放鬆 �皮 蛋糕